记者罗子新台北报道, MeMe直播30日在西门丁举办2018年中派对, 找来以任林佳安、陈大天为近几近200位直播主共襄胜举, 活动现场以氏族赛为主题, 他们也个别分享对氏族的想法, 连佳安刚从选秀节目创造101下车, 但人气不减, 在现场跳主题曲时, 全部直播主都放下手边是冲到台前跟他一起跳, 而他除了演艺事业外, 副业也经营得有声有色, 即原本的视频品牌, 第二个个人品牌也将上线, 他直呼, 很充实, 很烧脑也很感恩, 但尽管忙碌, 身为运动迷的他仍关心是足赛况, 但他笑说, 我支持的德国, 冰岛领着球队都没进16强, 哭哭了啦, 日前活动结束后, 赶回家看这歌超多的阿根廷队比赛, 结果没想到阿根廷又输给法国, 让林佳安苦笑说, 不知道要追哪一个球队了啦, 虽然他在网路上人气极高, 平常却先少开直播, 笑说, 对于直播我有点障碍, 因为私底下的我其实很害羞, 所以我通常是录短视频和粉丝互动, 直言会想开旅游探险类节目, 比较有话题聊, 陈大天近来正敢拍偶像剧, 平常也比较少开直播, 但有在观察直播的趋势, 他表示, 我其实有点想开类似像脚哥或唐老师那样吃吃喝喝, 然后边聊天的直播, 其实蛮有趣的, 笑说很有疗愈感, 而也风氏族的他, 自爆为了看支持的球队踢球, 还买了转接线把手机荧幕投影到电视上, 直呼, 看大荧幕才有爽快感, 而伟进则是唯一没follow氏族的, 坦言, 因为我晚上下工后都忙着打电动, 所以完全没在看氏族赛, 林佳安从创造101毕业后, 事业运更旺, me me直播提供, 陈大天风氏族, 还特地去买转接线把手机接到电视荧幕看球赛, me me直播提供, 伟进透露自己都在打电动, 完全没follow氏族赛, me me直播提供